周一到周五锁定新闻大白话 YouTube频道为您带来最新政治平息和大选风向 好 接下来画面上看到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感觉这应该是选战焦点啊 但我怎么觉得他是在公开放闪啊 因为他的太太陈佩琪po了脸书 感觉是要支持他选总统了 所以今天柯P就说了一句名言 叫做娶妻当娶陈佩琪 陈佩琪说尊重有任何决定 他都只要为人民好的话 陈佩琪本来叫好太太 我想说以后历史上会出现一个新的成语 娶妻当娶陈佩琪 所以你觉得他这个是在暗示说 其实你选的话也没关系吗 没有 其实是这样 他是一个好太太的 他有时候他嘴巴念念念念念 他每次我要决定什么 他念完以后还是会帮我帮我做 就像上一次选举 再拿他名下的皇子去抵押 其实他一开始也是骂 骂完以后他还是帮我做 不过这样 这个只能说谢谢他 他很鼓励 他很鼓励 不会他不是鼓励 他只是说我如果要做什么 他都会支持 这个如果是他太太 当然也会觉得很会讲话 娶妻当娶陈佩琪 娶妻当娶陈佩琪 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那是因为陈佩琪 播了一篇脸书 看到大概在16个小时之前 陈佩琪播的脸书 他说最近和他 而且他的先生 到外线时参访 频频就被问到选总统这个议题 我一直跟他这么说的 觉得可以帮人民过更好的日子 那就去吧 你在什么职位 对我没差 尊重你的决定 我太做都这样讲了 那柯文哲应该不用 就是回家讨论了 他如果真的想要选总统的话 就可以宣布了 然后陈佩琪也说 这个统独议题 本来是每四年总统大选时 发作一次就好 等到选票到手之后当选了 这些议题自然就消失了 赶快声明要维持现状就好 记得三年前政党团体的时候 总统自己说 他当选之后 没有人需要 作为自己的政治立场 而受人质疑 只是去年是个地方选举 就迫不及待的 拿出这一招来抹红别人 诚如他先生所说的 这个全国性 有系统性的全面抹红 自己党的台北市长提名人 竟然还办了一个 以台湾价值为诉求的 柯黑大游行 不过实际上大家也知道 陈佩琪一向都是很呛辣的 这个有人要问他问题 陈佩琪也没有在客气的 因为柯文哲有一个太太 陈佩琪还有一个柯妈妈 都是火力非常强的 像是有人就问陈佩琪 这个2020白绿之间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看下去呢 陈佩琪说选前被通欧 选后说别计较 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同时如果有一些 这个柯黑的议员 陈佩琪常常这个也会说 我听了都快抓狂了 很直来直往的 独派抗议科文哲的时候 陈佩琪说 统独证明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去总统府呢 你们用错手段 找错人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陈佩琪的态度 是逐渐明朗了 应该就是支持 柯文哲要选总统的 当然距离大选越来越近 大家就关心你柯文哲 到底什么时候要表态 前天柯文哲再见 林毅峰 就被影射是参选的前兆 柯文哲说 这因果关系是没有逻辑的 也被媒体问到撕烟风波 是国民党的激席 还是民进党推卸责任呢 柯文哲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有去见林毅峰 有啊 不说也 阿扁说你有见他 然后就是为了要选 没有 这个 这个是这样 这个见林毅峰一定会选 这个有什么逻辑关系 这个很奇怪 这有时候常常是这样 认识朋友 有时候增广见我们听听人家讲话 这本来就是 我们每天在社会上不是也是这样吗 所以老实讲 那个逻辑我是 所以我最近在 也不是在 你要看他读那一三 英国跟相关是两回事 好来来就一句就一句 像自焰风波越烧越大 你到底是人民党的机型 还是是民党在推卸什么 我跟你说 冰冻三尺会一日之寒 你知道 你看那个报章 如果他目前知道资料 以前就有了 只是现在变得更严重 就这样嘛 所以是这样 这种文化风气的改变 坦白讲 这不是一朝一夕 这要蛮有意志力 邀请牙关 撑住 我们台北市 这种议案会少这么多 老实讲 这要每天七点半 然后准时上班 然后撑住 然后不管是什么亲信 谁犯法谁K你知道 然后要撑到第三年第四年 那才慢慢大家相信说 文化就是这样 那才没有 坦白讲 这个我跟你讲 那个就是那句话 就是击毙以身 鱼筋为烈 好 来 谢谢 谢谢 会是你评估参选的人 为了几条约计决定参选 太奇怪了 郭总选的话你会选吗 就是这样 深呼吸放轻松 继续往前看 好 柯文哲说 难道为了几条烟 我就要参选吗 不是几条 是快要上万条 怎么又扯到烟这件事情 好 来看看的是 这个最新的媒体民调 苹果日报 做了三角都跟四角债 首先在萨卡都的部分 韩国瑜还是赢到 33.2%的支持度 第二名是蔡英文 29.6% 第三名柯文哲 23.4% 这个23.4%是比柯文哲 平常的基本盘 一些民调 感觉稍微再多一点点 但是如果是四角债的时候 韩国瑜的支持度 就降到26.5% 蔡英文更低 蔡英文是24.4% 反而第二名 会是郭台铭的22.6% 这时候柯P只剩下14%了 所以看起来 如果郭台铭参选的话 可能柯P的影响会是最大的 因为在瓜分选票的部分 原来的蔡英文 可能会有一成三的选票 支持郭台铭 支持韩国瑜对一成六 其实大概都一成多 但是会有四成 原本支持柯文哲的票 转到郭台铭 所以现在如果郭台铭参战的话 看起来对柯文哲影响会是最大的 那就政党倾向来看的话 范兰当然是支持韩国瑜 范绿当然是支持蔡英文 但是中间的选民 之前如果做民调的话 都是支持柯文哲 这一次竟然是支持 郭台铭的比例比较高 所以柯郭两个阵营 到底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结盟 因为看起来如果他们合作的话 可能胜选的机会才会有 不然大概就被边缘化了 虽然柯郭配 这两个人一起选的 几率看起来不大 但是也不排除了一些策略结盟 像是柯阵营内部评估 希望下个月可以明朗化 如果郭台铭参选的话 真的就会大将柯文哲参选的几率了 所以这一切都还在评估当中 所以意思就是说柯文哲现在选不选 很可能还要看郭台铭的动向 那郭台铭这两天都没有发联书 我心想说他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那同时他也确定7月28国民党的全代会 他不出席 因为他说他还在国外 这件事情就引人联想了 因为国民党如果要大团结 全代会这个场合是非常的重要的 已经特邀郭台铭了 他不爱来 所以接下来这个柯郭结盟的想象空间 是不是就增加了呢 这个关于这个民调的分析 柯郭结盟的分析 所以接下来要问专家了 现在我们视讯线上的是台北市议员 游淑慧 哈啰 淑慧你好 大家好 淑慧 大家晚安 我是游淑慧 淑慧 这个郭台铭 还不要去参加全代会 是党中央现在也是有点尴尬 那如果郭台铭接下来有什么动态 又跟柯文哲合作的话 对你中国民党的选情可能冲简单 你怎么分析 接下来的这个可能的发展是如何 坦白说 我觉得柯郭要合作的空间不大 可能性也不大 第一个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策略联盟 什么叫策略联盟不同 是搭配选举吗 搭档吗 正副总统搭档吗 可是他们两个谁都不可能当副的 如果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当副的 我跟你讲每一个阵营都要抢他们 譬如说如果柯文哲愿意当副的 难道蔡英文不要他吗 当然要啊 如果郭台铭可以当副的 他就当韩国一个副手就好了 对啊 所以没有人 他们两个都是因为不要 都可能都不会当副的 所以今天大家才会一直在问说 他们会不会出来选 那第二种策略联盟是 难道是柯选然后郭出钱吗 或者是郭选 那可以台北市长的身份挺他吗 但是那为什么要合作呢 他们两个过去长期以来的理念 都是不同的 过去还有官司诉讼过 对不对 也有三创的案子 柯文哲对于郭台铭的批评 那真是不假辞色 所以我不明白说 既然他们理念完全不相同 难道只是因为此刻的一些政治利益 就要来谈合作吗 但是到底是谁来挺谁呢 谁来配合谁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不大 而且我们现在看出来 释放这个讯息的 是柯正宁方面 那柯正宁方面这几天 其实做了很多铺陈 包括说柯文哲炮打民进党 每天的炮火非常猛烈 再加上柯文 昨天陈佩吉又一搭一唱的发文 说哎呀挺柯文哲去选总统 他们两个是夫妻 晚上说一句比较白的话 是睡在一起的 难道陈佩吉要做什么事情 柯文哲不知道吗 那太太支持先生去选 在家里跟他讲就好了 为什么要写脸珠呢 不就是要做一个球 让柯文哲再继续去烧这个话题 让媒体去问吗 然后再来柯正宁又去抛出说 哎呀不要小看我们 我们可能是会跟郭台铭来合作的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在 第一个在烧话题 因为过去这半年柯文哲 在议题上面确实被边缘化了 因为蓝绿在初选 第二个就是不断的在营造 就是柯文哲出厂前的 正式登厂前的一些前奏 一些鼓声 我觉得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大家真的去想 他们的策略合作 第一个空间是什么 方式是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目的是什么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这个合作的空间 我觉得是不大的 但是淑慧因为如果就像你讲了 他们可能政治理念也不相同 那也不太可能互相当对方的副手 但是最近的气氛 这风向就一直这样垂 但是郭董又偏偏就是 这个皇帝不及及死太监 他就一副这样子 云淡风镜都不讲开 然后也不参加全代会 会不会真的让这个柯振营 抓到了这个机会 刚好可以见风插针 说不定郭董其实没有要和 结果反而让柯振营 这个余翁得利 我觉得柯文哲如果要参选 柯振营一定会利用各个方式 在见风插针也好 或是说制造自己的能量 那个人有个人放话的空间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涉 就像我们没有办法干涉 陈佩琪要写什么一样 但是对于郭台铭这个部分 郭董事长这个部分 就我认为 他目前如果什么话都不讲 平静 沉淀 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难道大家希望的是说 他要出来批评吗 对不对 就像赖金德也一样 赖金德也神隐了 那我们总是要给他们 一些空间去休息 去沉淀 去思考 不要一直去逼他说 你为什么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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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团结是胜选者的责任 胜选者他又应该去扮演 统哭的角色 把每一番力量找回来 所以我觉得韩市长 一直很积极在做这件事情 那对于郭董事长 我觉得大家可以给他多一点尊重 多一点空间跟时间 不要一直去揣测说 他没有说话 他不来参加 他是不是准备要脱党 因为这样子一直去酝酿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对郭董事长来说 也不是一个很公平的事 他可能心里想说 我只是想休息一下 我以前也没有每天发文 为什么大家现在 要逼我逼得那么紧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那样子 他本来就不需要配合大家的期待 来做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他现在没有口出恶言 我觉得就我们大家都应该给他一点时间去沉淀 不要太过关注 或者是去push他要做什么事情 来表白他的忠贞度或是团结 我觉得是可以不用这样子 要尊重他 但是淑慧因为就是大家当然还是会想 就是全大会这件事情 这是国民党这是大事 所有人都会到齐 那郭董当然也已经公开表示 他没有办法出席 那你觉得面对这个状况 你觉得党中央 应该要怎么样进一步的 让场面会更圆融一点 因为郭董如果说 就像大会很多 你讲的很多揣测 说他不出席是不是就是要脱党 那你觉得党中央应该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可以让郭台铭 其实更快的有一些回应呢 其实我想很多不管是说在劝和的 或者是党中央在进行整合 很多整合的工作 不管是整合王金平院长 或整合朱立伦市长 这些整合的工作都一定是 不会是台面上的 那台面上一定都一直有在接触 可是不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打一通电话都要跟大家报告 所以我相信党中央 吴主席一定有尽力在做这些事情 这也是他的责任 那再来就是韩市长的态度 我觉得最好的尊重方法 当然是 如果他不能出席全代会的话 那是不是韩市长能够尽快的去评估说 郭董事长在初选的时候 提出的一些政策 譬如说零到六岁国家养这件事情 对是不是说这个政策 既然民众也觉得很能接受 那郭董事长也非常在乎 因为你看到日本还在谈这件事的时候 对韩市长阵营是不是能够赶快去评估说 好的政策是不是也可以纳入 然后让对表示说 虽然我们初选是竞争对手 但是我非常肯定你所提出来的政见 我也愿意去采纳 因为大家都是想要为这块土地做事 那做事不一定要看人 而是要看要推行什么政策 什么理念 不见得就是我本人一定要去拜托 你要去这样子 对 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纳入你的政策递出橄榄枝 这是不错的方法 是啊 也是不错的方法 让郭董事长觉得说 我讲的话 然后韩市长是非常尊重的 而且郭董事长之前也常常说 他跟韩市长是好朋友 是铁打的兄弟 是学长学弟 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多亲密的关机 或者是说我们在初选过程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口出恶言 所以何必在初选结束的时候 反而来打败官体 那这样不是得不偿失吗 我们在选举最激烈的时候 都没有口出恶言了 那怎么会反而在选举过后的时候 大家失破了 所以我觉得以郭董事长 他这么高的格局跟气度 我觉得现在很多揣测 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反串的 大家可以去看 像现在绿营人士 也一直在称赞郭董事长 好像一副 他出来就可以怎样怎样 这跟之前的说法 好像不太一样吧 之前不是一直说 他的企业在大陆会不会绑架吗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慎思 去思考去分辨 这些反串秀背后的政治目的 其实就是见缝插针 挑拨离间 谢谢淑慧 这个淑慧 其实讲得也很清楚了 就是如果这个郭台铭一直不讲话 当然就会被见缝插针 但大家也要给郭台铭一些时间 让他去消化现在的情绪 那当然如果韩国瑜能够纳入 他的政策的话 看起来这个合作的机会 就会更大了 谢谢淑慧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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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